已经是6辆胜了 那也就是上海大师拍拿冠军 大师在拿冠军是5连胜 再加上这次比赛的第一轮的胜利 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9次10次的背包背拿冠军 应该是10连胜 对 张利文也是因为背包背拿冠军的选手 他在历史上是第9个拿到背包背冠军 还有背包背147 连着两个比赛 对 好 对 所以奥扎利文这样的这些记录好像真的是挺难的 非常难了 亨特利的记录应该是比较难超了 7次的世界冠军 其中5次是连续的 那等于是在世锦赛上25连胜 对 他这个记录也是由于当时和他竞争的选手并不是很多 同一个级别的 怀特又是总是心里不过关 关键时刻不争气 所以导致了这个亨特利拿了很多很多的冠军 嗯 这就好像我们中国象棋其谈的这个总司令胡荣华一样啊 在他那个年代 在他对象棋有了改革和创新之后 他的境界确实高出当时的很多的棋手一大块 对 所以他可以拿十连把 这个应该说是后不来者了 嗯 我们回到这个比赛中 现在这个局面也非常的有意思 红球很散但是并不容易打 对 听起来这红球 嗯 稍稍的有一点下下的角度还是 嗯 这球打进去就是可以了 就达到目的了 因为顺 这个是非常顺利的 可以叫到啊 这个篮球 只要力度合适的话 嗯 不需要用什么干法 6 嗯 这个失误来的有点突然啊 嗯 如果这样打的话 今天新之四还真是有点悬 可以跟打薄了 再来看一下 看左边的红球 弹一股可以叫黑球 嗯 选择中间这一颗 轻轻的推进 哎呦 非常危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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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2 6 6 4 6 6 8 8 第二个人的进球的成功率 三菱还是要高一些 22 也就是失误少了 对 23 很少见阿沙利文打得这么慎重 两颗红球会选择 30 底带还有中带 当然都是 以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都是只能去叫篮球 通过篮球来过渡 台面上还剩两颗可以单独下的红球 这个红球中间有没有比较好的传球线路 小球下面这两颗不知道能不能过 这角度看的不太清楚 一会看奥沙利文的选择就知道 如果去单叫的话 那证明肯定是有单下或者有传球 这个红球的选择就叫做一个中远台的编过红球 这个红球难度并不是很高 42 刚才刚才这个画面扫的比较快 肯定是奥沙利文 感觉他是抬眼看了一下这个分数 43 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 再来看一下是因为什么 反脚流大了 实际上这一杆还是杆法用的不够低 可以到 但是没有 还没有K出位置 因为这种角度的黑球是不能大力去K的 如果大力K的话白球还没有来得及划弧线 那就是撞不到这个红球队了 在没撞到红球队之前就肯定是已经擦肩而过了 红球 所以必须要清理 但是清理就意味着有可能这个红球K不散 这个奥沙利文您看现在是不是在这个犹豫什么 他是不想打这一颗单独的球 因为不太好做 而这个相连的两颗红球他又不想给它打开 对 他现在就是想选择一个比较好的防守的方式 你也要拿一点保留这个难点 对 因为打上面的这个红球 白球上面这个红球 如果去用它来做防守的话 这个白球跑的角度不太容易掌握 如果打这个中间的红球队 那肯定这红球队就散了 对 他不甘心 嗯 沙利文现在可能是